那我们现在节目现场来到的是 没有礼物的吕国珍 天下杂志副总主笔吕国珍 在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有YouTube直播 听众朋友上YouTube 酒吧新闻台 你可以看到直播画面 哇国珍今天是传后后被来了 知道我们今天20周年庆嘛 对不对 对今天现场还可以喝酒这样 不要乱讲话 我没有喝酒 那不是酒那是茶 那乌龙茶 那乌龙茶 搞得像卫士忌一样 对 这个不是酒啦 这个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听吕国珍 我没空 我叫电台大家都喝茫了 乱讲话 那是茶 那乌龙茶 装得很像威士忌酒的瓶子而已 因为我们今天电台20周年庆嘛 我们有切蛋糕 然后有这些小吃的东西 有这个饮料 招待我们的来宾 那国珍今天要来跟我们谈什么 今天要来谈 哇你今天准备了好几张图啊 要来告诉我们台湾经济的真相 对不对 对因为刚才阮大哥考了一个题目 就是说今天股市还上涨昨天还上涨 那其实均线都站上去了嘛 然后外资又回笼了 其实我今天好像要讲这个题目好像跟对大家股市还是一团热的状态之下 我要讲这个题目好像有点杀风情 你的意思说你是来泼冷水就对 是我是来泼冷水的 对对对 那没有啦因为股市不见得跟经济完全同步啦 对不对 对其实我们也是因为看到了 因为天下杂志其实我们有去想要去真的去看到一些东西想要跟读者跟听众分享啊 就是因为政府主记处在八月的时候上调台湾的经济成长率 对 然后从五月份本来是2.19然后上调到2.46 那当全世界IMF跟中研院等智库其实都在下调的时候 其实为什么我们主记处这么的乐观 这个之前我们节目有讨论过 这个有讨论过 不好的观点没有一样 没有那个 我们之前有访问一位老师 他其实也是有点质疑的 对那另外一个是 这也是同一个时间 那同一个时间是那个 那个 劳动部也公布了无薪假 那其实缩减了2257个 现在无薪假已经又创下新高了 对因为我们最新的失业率也是来到 应该我记得是两年来新高还是三年来新高 对就有点奇怪 因为经济部在公布说我们新增五万多个工作机会嘛 那总共 现在增加的累积的无薪假人数是二五七 那这个礼拜上营有在我们天下杂志办了一场法说 天下杂志的书像花园 是法说吗 对大英伟他要那个嘛 所以有一个对媒体的 然后他第四季他也看得很糟 而且他也很坦白讲说 上营的董事长周永财 他也明白讲说工具机业 他的下游客户 其实放无薪假放的蛮夸张的 那我知道是有很多是坐式修三 甚至坐三修四 但是我听到更夸张的是坐二修四 有些厂是做到这种地步 工具机 对工具机或者是下游 事实上汽车工业也是这样在放假 所以整个台湾无薪假状况很严重 华印又裁员两千人 对那结果是经济预测是创新往上调 上调那怎么经济这么热 看数值是那么热 可是无薪假又也增加到新高 那怎么会这么回事 所以我们才往下去追 路客不来一条农业者也放无薪假 游览车也要卖 所以我们这次有备而来 第一张图就是 我来拿 第一张图是所谓的我们的经济上调嘛 因为政府上调所有的经济成长的预测 那达到2.46% 那下面那张图是我们的官方跟民间投资 创下2011年的来的新高 对那总共民间固定资本的投资超过4兆台币 哇这很高哦这非常多的一个数字 那总共响应台商回台计划 包括1.0 2.0 总共有千5 6 3 7 1 那预计带来4万多 48906个工作机会 那这个其实其实是这个第一张图 第二张图我们看的是这一点嘛 所以民间投资的部分还不错 对那数字很不错 我们等一下来解释为什么会 4兆多比过去往年来讲都多很多吗 数字多很多 创下2011年来民间投资的 而且是4兆是创下2011年的新高 而且民间投资占的占比最高 对对你说占比最高是占 10.69创下2011年的新高 民间投资的部分 所以民间贡献的非常多 也就是台商回流这一块贡献的 贡献GDP嘛 对对 好那我们请短大哥再拿另外一张 对那这一张就可以看出一些玄机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无薪价的上升 无薪价的人可以看到上去的嘛 对对这个钱无薪价的很明显在往上收到 大巴越往上涨得非常高嘛 这个跟股市的线图好像还蛮像的 我们最近又拉上了10600点 你的意思是说无薪价人越高股市涨越多吗 真奇怪 大家都在家里做股票就对了 没有上班就做股票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其实我们的出口物价在大跌 出口物价在大跌 这个数字其实是很恐怖的 也说我们的 这主要是台数集团嘛 原物料的部分嘛 对也就说我们主计处在计算GDP的时候 跟大家现在感受不一样 就是大家觉得景气好像没有那么好 无薪价变多了 那你也没有感觉到工作机会变多吗 因为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 失业率其实也是在往上走嘛 那其实我们政府在算这个东西的时候 有时候是算出口量 所以如果物价掉得快 新台币贬值得多 然后即便我们出口用美金算衰退 可是在GDP的定义里面 我们的GDP是成长的 哦原来猫腻在这边 你再讲一次 让我们听众朋友更清楚一点 就是物价掉得快 也就是说台数实话卖的器材有出口的嘛 它的价格往上掉 但是它量会增加 对 对那如果我们台币又同时在贬值 对 所以这个时候即便我们卖出去的 其实是有美金计价 对 我们是有美金 所以相对美金这部分减少 可是在这两部分却增加了 嗯嗯 就是我们换成台币变多了 嗯嗯 所以我们的GDP如果用主基础的算法会增加 所以是灌水的 等于说是 是因为台币贬值的关系 台币贬值 造成GDP的增加 跟我们的出口物价在跌 OK 可是数量是增加的 但是它是用量在算的 所以就变成一个很大问题是 我们的厂商可能在含泪跳楼大排卖 然后我们的GDP却是变相的在增加 对这个时候变相在增加 好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我补充一下今天最新的新闻 刚刚讲到出口物价在跌 而且跌得非常凶 大家看直播你可以看到 哇那个跌幅是非常大 而且下滑的角度是很陡 台数四宝今天公报8月营收 四宝的营收总共1201.98亿新台币 较上个月跟去年同期都衰退 受到产品价格较去年同期大幅下跌影响 这个就刚刚果真说讲的 台数跟南亚营收年减超过一成 台化跟台数化的营收年减 超过两成哦 四宝前八个月累计营收 虽然较去年同期衰退 但是还是突破了一兆大关 不过今年累计营收破造的时间 比去年晚了一个月的时间 听说少掉一个月的营收 这个很恐怖 所以我这里追这个 我们天下杂志为了追 我们除了带了这几张图之外 这头道具可以先收起来了 那大概刚刚因为三点半开了一个法说 台数集团的法说 那我就打了一通电话给台数实话的总经理 问景气的问题 他怎么说 残 他只回答你一个字残 当然他说 我就问他说那怎么目前状况怎样 他就说残 那您到今年年底的预测是什么 还是一个字残 所以我刚才阮大哥在提的时候 我这里也有他们刚刚给的嘛 其实跌的都超过两成多了 对 那如果我们对比去年 我用对比去年的数字会 大家比较有感 去年这个时候 其实台数的话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他一度飙到140几块 股价 股价 然后市值超越鸿海 大概9月到10月的时候 那现在他的股价剩90几块 跌破100 跌破100 而且是90几块 如果把这个跌幅算在里面的话 用140当然是不多啦 但是其实这个跌幅是相当大的 那台数集团的股 台数的股票 这里要对听众朋友负责嘛 所以我一直追 因为一直在跟大家鼓吹一个观念是 台数乘100就是指数嘛 如今指数占上10600点 台数还是听到95块嘛 那回到大家 差了1000点 差了1000点 差了10块钱左右嘛 对啊 对啊 那其实数字是非常 什么回事 我来报告一下 那个台数的西厅的利用率嘛 叫去年同期 因为我们用基础供应用原料来看会比较准一点就可以看出我们整体的景气了 那台硕实话 他比上个月减少35 就是他的乙烯就是基础供应用原料的开工率叫上个月减少35% 你说乙烯开工率减少35% 对减少35% 那所以今年8月的时候是78% 我刚才是讲的 营业额减少35.8%啦 那开工率是减少了22% 跟去年 去年他是满载在开 现在只剩78% 也就是说 他以稀的相关产品 其实是罚人问津的 所以我就问 台数实话总经理曹明 他就跟我说 因为整个中美贸易战确实影响到了 所以整个观望气氛是比较浓厚的 好 这个台数实话的乙烯 很大一部分是卖到中国大陆去 还有亚洲的市场越南跟印度 好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听众朋友 因为是秘密 当然不能大声讲 因为我们广告期间的直播声音还是会出去 所以我没有办法大声讲 因为那个涉及到台积电内部的事务 台积电昨天拿到天下CSR公民奖的第一名 刘德英 我要称董事长 他大概从一点半左右 做到四点半 做了三个小时 还蛮感谢他的 因为副总统有来颁奖 所以大家很关心景气的问题 插播完天下的CSR广告 要讲一下景气 他认为半导体今年不好 因为敌人这个行业不好 那明年也是不好 因为中美贸易战的问题 台积电不会不好 台积电不会不好 但是整个半导体行业不好 对对对 所以台积电是超出于半导体的好就对了 对 他是认为台积电还是好 但是大家要小心景气的问题 因为中美贸易战其实 我们看到各个大厂其实都还蛮担心的 那我们会不会把中美贸易战对景气的影响 苹果太过严重了 就是对于景气太过悲观了 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阮大哥这样讲 其实我是觉得换数字来说话会比较好 也就是说为什么今天带这么多表格 第一个我们先来讲台硕集团 他在7月的时候 今天也是刚好公布法说 我应该再讲一次会比较好 他7月的时候比上个月跌大概3%左右 可是8月月减3%7跟6比 那8比的话已经跌了十几到20几了 所以他一直在往下走 也就是说他营业一直在衰退 那当然我们GDP会变好 因为价格在跌 所以GDP就上来 可是这代表他逐步的在往下走 这也是为什么法人会在今年 一直在减码台硕世保的原因 所以这个趋势看起来 他的量真的在减少 所以中美贸易战的冲击 会降低 那这里我必须要解释 因为可能不要叉开会比较好 在讲说刚才民间投资有5000多亿 然后政府有公布说 今年实际值期呢 大概1800多亿 等一下你刚刚讲四兆啊 四兆啦 可是我说台商回流投资了 对不起 整个民间投资是四兆 民间投资是5000亿 对啦台商回流5000多亿 然后这个问题我没去 等一下等一下台商回流5000多亿 总共有128家金额5637亿台商回流 那四兆是什么 固定资本投资四兆 OK 对 因为台积电也在固定资本投资里面 台积电就100亿美金 对那不在所谓的台商回流这个方案里面 可是我们再去访问专家跟台商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一个观点要提出来 新增的投资不代表这些台商获利会变好 因为他是在分成所谓的台湾制造跟中国制造 甚至越南制造这一块 他多增加生产基地 他在可能会让他的生产效率降低 而且投资变高了 获利率可能会下降 因为他管理成本会变高 投资成本会变高 对 所以这一块搞不好是个隐忧 第二个是投资增加 他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增加 他的获利跟营收还没那么快 所以我们也不能对所谓的台商回流投资 暴雨太乐观的期待 金额会好看 GDP会上涨 可是实际就业跟营收成长 获利成长是没有帮助的 目前还没有 所以看起来主技术上调台湾的GDP 今年的增长率 其实是其中有蛮大的一个 部分就是数字带来的 数字魔术 数字带来的所谓的 数字魔术 可能温度计上升了 但是其实温度在下降 或者是大家没有感受到那 那当然我也就去问钢铁业 因为如果谈我们的基础 基础原物料 其实钢铁业很重要 所以我也去访问了中钢董事长翁曹洞 那我们先谈内销的部分 内销很好 那个行政院长 苏贞昌不是要中钢降厂盘价 对啊这个阮大哥真的是专业了 就这上个礼拜六发生的事情 所以前几天我就打电话给 院长去管到中钢的厂盘价 这个很少见 对所以第一个我们先来谈内销 内销部分 内销很好 因为整个前瞻计划真的在动了 所以今年台湾的固定资本支出 四兆 其实有一部分是前瞻计划带动了 所以中钢的内销变好了 今天他跟卧序还宣布要共同投资 水下基础 所以内台湾自己的是内热 景气变好了 所以中钢有些东西是变好了 例如淡水轻轨正在盖 还有现在安坑轻轨正在盖 那例如像所谓的淡水的跨海大桥 它光那个就要用几万吨的钢铁 所以这一块好 第二块是外销现在并不好 所以为什么要中钢降外销盘价 是因为外销状况非常的不好 所以中钢整个在今年前七月 我记得它的获利好像掉了 是将近七成左右跟去年比 所以非常的不好 它0.7几 我一到七月只赚了0.7几块 那中钢目前 获利掉七成很严重 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整个中钢目前碰到状况是 外销其实是疲弱不振的 那外销有几个部分是碰到问题 是整个越南 大家都以为越南的投资 非常热会带来钢铁的需求 中钢在那边投资很多嘛 可是越南反而是因为 印度的钢铁卖过去 中国的钢铁也卖过去 它变成世界钢铁倾销的地方 所以价格一直上不来 所以我们卖到越南也不好 那受到贸易战的影响 卖美国就变成碰到很多阻挠 那中国的钢铁没有办法卖 美国也是倒到亚洲 所以现在外销变成 中钢还祭出所谓的一对一方案 只要你下游的客户能够卖得出去 盘价可以谈 种类可以谈 数量可以谈 也就是说这就是苏院长讲的 所谓的降盘价 但是降盘价有点太直接一点 用一对一方案会比较好 那翁朝栋就讲 外在环境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 那请问听众朋友 你觉得钢铁的景气有好吗 台湾有一些部分需求不错啦 但是整个大环境也是不好了 对那那这个钢铁不好石化不好 这些都是原物料出口嘛 所以说这出口价格就跌嘛 对不对 出口价格跌 当然你这样讲说就是GDP就灌水嘛 好那那有没有产业好的呢 你既然跑整个产业 你包括工具机也不好 什么产业好呢 除了除了台积电认为 他自己还会不错以外 其他还有什么好的 我们这个有去访问IEK的专家 我们看股市5G好像整个概念股都很好 可是其实他持续的订单跟需求量并没有出来 那再来是高阶手机的换机槽也没看到 因为下礼拜苹果要发新机其实并没有 再来是只有AI在持续投资在增加 所以只有AI这块在好 对 所以国珍你今天标准来就是来泼人水就对了 对不起但是我还是要讲真相 因为我们天下花了很多时间去做这个研究了 好这个各方的意见 资讯给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共同来参考 非常谢谢天下杂志副总终主币吕国珍 谢谢